把男女性愛的片段用唯美的歌曲 赤裸的呈現出來 傳教式MV直接讓MV女主角大尺度的露點 結合歌詞顯現了出來 算是嘗試開創華語音樂圈新的面向 這幾年華語音樂隨著時代的推進 在大家喜歡的音樂曲風中 也有許多聽覺上的刺激 這些改變不僅僅改變了市場方向 大眾對於音樂的多樣性也越來越豐富 這裡有一個代表性的人物非常值得一提 這個歌手擁有非常好的天分 並透過自己的努力 成為創作界的超新星 今天我們就來談談OZ OZ 本名稱薇凡 早期蠻多作品都是用這個名稱發行的 後來才改名陳亦凡 1997年3月27號出生於美國洛杉磯 英文名字叫Stefan 家裡則是稱作反凡是家中獨子 至於OZ這個名字由來來自於 古埃及法老王Osmedius說寫 是高一哲學課讀到 由英國詩人雪來的十四行詩中 對於這個法老王的雕像描述中的感動 以此使用這個名稱 而OZ的爸爸媽媽都是大有來頭的人物 先說爸爸陳文斌先生 是演藝圈大名鼎鼎的攝影師 超到過徐若瑄維爾兩本讓人血脈膨張 又不失文藝氣息的經典寫真集 連精神武郭富城的專輯封面 仍是鄧麗君的照片 許多都出自於OZ爸的手筆 拍攝過的藝人歌手跨了很多代譜 即其數 而阿姨則是家喻戶曉的 節目主持人麗金 媽媽則是拍過歐香咖啡廣告而爆紅 有著台灣第一個開個人大型演唱會的紀錄 在早期樂團叱咒風雲的葉愛玲 兩位在演藝圈都是相當有份量的人物 雖然是在美國出生 不過大約兩歲的時候就回來台灣了 而從小OZ就被送到各種地方去學才藝栽培 四歲的時候就學會鋼琴 尤其像游泳、小提琴爵士舞、珠蒜等等的才藝也都沒有少 據說小一的時候媽媽還幫他組一個小的樂團 第一首歌練的就是周董的簡單愛 而在2006年OZ開始上的第一個節目 王牌攝影棚 那19歲的他揹著鍵盤在節目亮相和媽媽一起表演 不過確實學音樂這件事情對OZ一開始來講興趣不大 枯燥練習也有點討厭反而是想要當漫畫家 直到國中聽到的聯合公園才真正愛上的音樂 繼續接觸了更多的歐美文化 聽著艾維爾、Green Day、阿姆等等音樂 並且跟幾個同學一起寫寫歌創作 並且在艾傑發行專輯的《奇蹦》裡面有一首歌 《讓愛離開》就是OZ所寫的 而高中的OZ又接觸到EZM 開始對國外的DJ產生濃厚的興趣 他開始嘗試摸索編曲和音樂製作 並在2015年幫阿姨力經緣自己的音樂夢 在專輯裡面的一首歌《High》 算是OZ第一首饒舌的發表 還帶有一點青澀的感覺 隔年OZ開始在網路上放自己的作品 做自己的音樂和拍自己的MV 當時不管以音樂的質量和MV的畫面 已經開始在音樂圈造成的討論 也開始慢慢認識一些嘻哈和R&B圈的音樂人 並在18歲的前夕被淡寶推薦 有機會和顏色簽約出道 不過童年因為申請我與波士頓的伯克萊音樂學院就讀 所以就推掉這一次的機會 到了伯克萊之後還不適應起了OZ 遇到一位教唱歌的韓國老師 而這位老師教過許多韓國明星和團體唱歌 看過了OZ高中自己拍攝和入製的作品之後 老師用自己的人脈推薦OZ到韓國JYP經濟公司認識 希望有機會讓OZ以練習生的方式出道 但後來經過了OZ自己的思考和家人討論之下 覺得不是自己要走路 就放棄第二次簽約休學回到台灣 推掉兩次簽約機會的OZ 回到台灣更積極地去完成作品 一口氣在YouTube推出了 No Mind、Title、多愛等曲子 MV跟音樂都自己製作 很快就吸引到許多年輕人的目光 又在很剛好的時間點遇到當紅音樂製作人 剃倒和靈米奇 三人的想法不磨而合湊在一起 並且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 三人在2017年共同創立了新樂園 OZ也參加了TheFight Loser大賽 認識到了現在的經紀人凱希 完整的團隊因此成型 10月所發行天堂島的單曲 發布不了多久 人氣隨著超展開 成為點閱率破百萬的歌曲 這也是OZ跟講第一套重要的合作歌曲 而天堂島這首歌的MV 則是用iPhone手機所拍攝的 畫面想法的呈現完全與歌曲所貼合 除了當時天堂島的大成功 走到非和勃起和不同的饒舌歌手合作 OZ的歌曲讓更多的人知道 不少做RMB和嘻哈為主的音樂人 紛紛崛起 OZ也不意外 各方面都相當出色的 OZ也被譽為核彈及星人 時間走來到2018年7月 OZ發行自己的首張專輯 OZ的阿本 這張專輯馬上上市就缺貨 甚至網拍喊到專輯的5倍以上 而這裡大部分的歌曲 幾乎都是他自己所完成 而且幫自己拍攝MV 而隔年這張專輯也入圍30屆的金曲獎 讓OZ有如橫空出世一般 一口氣入圍最佳新人 年度專輯 最佳國語專輯 最佳編曲人等等 而這一年的他僅僅只有22歲 完全超齡的表現 隔年31屆金曲獎與9N88合作 更是讓大家所驚艷 而OZ在金曲獎之後 越來越多主流歌手也相徵和他合作 甚至和楊聖人一起合作的歌曲 Love is Love的MV 也包辦了音樂製作和MV的導演 這件事情更體現在他後來的作品 和2021年發行的專輯 Pelastle的基石中 而你了解在OZ的作品之中 性這部分算是OZ創作一部分的重點 從第一張專輯的歌曲Bad Intention企圖 到第二張專輯的Mystery傳教師到0.03 把男女性愛的片段用唯美的歌曲 赤裸的呈現出來 傳教師MV直接讓MV女主角大尺度的露點 結合歌詞顯現了出來 算是嘗試開創話語音樂圈新的面向 OZ在訪問中提到 一個女生的騷和性感 絕對不是在他自己社群媒體上發了許多裸露的照片 要怎麼去拿捏和挑逗 在話語間抓劣勢感和平衡 還有他本身所散發出的內涵 而他發現中文的話語比較少有歌曲談到性的話題 而OZ只要用自己音樂的曲風去做創作的突破 他認為話語音樂不單單只是寫戀愛和失戀的故事 的確性就存在我們的生活之中 大家可以更直接不便扭的討論出來 OZ在訪問中提到 他第一張專輯的目的是想外往內 帶一些新的元素回到台灣 而第二張專輯是想要從內往外 新樂園有更大的野心 和美國的東方聯盟合作 了解音樂上的製作深度和可能性 而第二張專輯Pedasol 全部歌曲以英文製作 而他想要代表台北 想要把自己的創作傳遞到國際 也期待未來OZ帶給我們更多更好的作品 好啦我們這一期的拍得就介紹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頻道 歡迎訂閱和留言寫下贏的想法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 我們下次見